來喔 再報最新 可能這一次不用等到四天 很快就會有結果囉 好 原因是因為呢 剛剛這個美國媒體已經有報導了 說喬治亞州呢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川普拿下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距離270張 也就是這個超過一半的 這個勝選的選票呢 他現在已經有259張了 那換句話說 如果呢 賀錦麗他想要當選的話 他就必須要在他原本 最穩的那個鐵袖帶 比較藍色的那個鐵袖帶 包括了賓州 包括了威斯康辛 包括了Michigan這三個州 他必須要全拿才有可能 但問題是我們剛才告訴你的 這幾個州 包括賓州呢 現在好像都變成紅色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川普一路領先下去 甚至現在也傳出 最快在一個小時之內 他就會出來發表談話 就在他們這個派對裡面呢 也開始在講 而他們現在呢 因為這個開票的數字 賓州也樂觀 所以整個氣氛是非常高漲 賓州基本上 他如果再倒進來的話 因為他有19張票嘛 他就已經確定會過270張 他就讀定當選了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就期待賓州了 好 可是賓州因為他是這個 郵寄票很多啦 所以呢 他也許需要再等一等 上次開最久的也是賓州 所以很難講 好 可是如果他捐土重來的話 就要請教街大使囉 怎麼樣來看美中關係 上一回那個貿易戰不就是他開始的嗎 那當然現在呢對美國人來說 他們就會想要問啦 那中美關係會變成什麼樣的模樣 據說呢中國這邊 他們其實持續關心心念的就是3T 包括什麼台灣 關稅跟川普 因為他們也想到 川普他說的 他大部分都一定會做 那個60%的關稅啊 怎麼處理啊 介大使 其實我覺得這個 應該來講的話 大陸是會是一個目標 可是呢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變成就是說 就川普來講 大陸只是目標之一 對拜登來講的話 大陸是唯一目標 那現在對川普來講 是大陸變成諸多目標之一 你要知道川普講過很多次啊 他說中國大陸賺我們很多錢 都不公平了 他說可是歐盟更壞 他說歐盟對於農產品 對於美國的產品極為的歧視 我們到法國去哪 看不到到德國看不到一輛美國汽車 可是我們美國啊 滿街都是歐洲的汽車 還有一個國家也很糟糕 日本 另外還有一個國家 我已經整過了 可是還沒有整營 因為我們當時已經跟他講好了 你要增加軍費 可是呢 這個拜登一上來 川普一上 拜登一上來 這個事情就忘記了 那就是韓國 對 對不對 所以對於川普來講 他中間他腦袋的目標 是怎麼樣 遠多於川普 這個川普腦袋目標 遠多於拜登 所以中國大陸從唯一的目標變成怎麼樣 眾多的目標之一 你覺得對中國大陸有利還是不利 好像分散的注意力 不會就是一直拿筆戳著我 是嗎 對啊 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 另外一點就是說 川普到選舉的最後兩天還這樣 念之在之 就是說 他是不喜歡戰爭的 對 而且他一直講要和平 他說我們現在搞成什麼樣子 打那個俄乌戰爭 還有世界被那個 被那個 被那個 被那個拜登啊 搞得快 變成第三世界都要開打了 這是不可思議的 我上來一定要把和平帶回來 嗯 請問一下 那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好 我們就說好 這個拜登的 這個道德水準高不高 我不知道啦 他可能沒有沒有說 他可能是一個 美國來講就變成就說 有兩種人 嗯 我們中國人也有講兩種 一種人是真小人 一種是偽君子 對不對 那就私德來講的話 那川普就是真小人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那 那 拜登我們不曉得 可是就功德來講 我們講私德 功德來講 你把國家 別人國家搞得打的 騙地 騙體淋傷 是 死傷整疾 嗯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那個 這個中東的情況 嗯 對不對 種族滅絕 嗯 結果你還不但提供他 專地彈 所有的飛彈 你都提供給他 以色列用的炸彈 都是你美國提供的 是 這個是功德問題 是 所以我覺得私德跟功德 分開來看的話 嗯 我們看這兩個人的話 那就變成就是說 我認為就變成就是說 真的比較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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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化 我們現在美國人就simplify OK 一個真小人 一個偽君子 是 然後呢 嗯 照很多這次選舉 如果照美國人自己 如果今天拜登當選 川普當選了 川普的名言就是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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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加賀錦麗 兩個都是白癡 好 那可是賀錦麗跟這個川普就講說 完全人身攻擊 川普呢 就是一個什麼 川普就是一個 嗯 一個瘋子 好 來 其實我們現在來看到最新 這個是川普現在拿下第二個搖擺州 就剛講的州紙啊 所以是248比216快要贏了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在參眾議院現在呢 基本上他有可能是全拿的 那他就是擁有完全的政治 他想要做什麼 基本上很難做不到 那我就想要請教一下賴老師了 原因是因為呢 對於川普來說 第一關稅問題 第二 戰爭問題 第三呢 他其實在選前最後一天還告訴大家 如果 習近平想要談台灣 他會打給賀錦麗嗎 不會 他會打給我 那就台灣人來說 就很擔心被traded掉了 因為他是個商人嘛 他什麼都可以交易 我們的台積電也要小心哦 沒有 其實台積電當然要小心 因為台積電可能拿不到補助款 因為他對於這個補助款是很反對的 所以台積電可能這筆錢拿不到 拿不到 我覺得他等於是應該有的收入而沒有收入 這個對台積電的股價不是一件好事情 對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我們台灣的民眾其實不會擔心 擔心的是台獨 因為台獨會被交易 他沒辦法交易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我們老百姓自己做主 而不是由民進黨來做主 如果民進黨要打仗 我們才不會跟他去打 所以我想這個擔心的是台獨 而不是我們台灣的人民 我想這個再強調 台獨不代表我們台灣人民 他也不能代表我們台灣人民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川普確實不喜好戰爭 所以我覺得 這個惡物的問題這個部分 他不可能 要普丁讓步 普丁也不會讓步 所以他唯一有可能的 就是停止資源 或是減少資源給 哲連斯基 然後逼著哲連斯基上談判桌 好好的跟普丁談一談 就可能切軍員了 我覺得這個是他可以用的籌碼 因為他是敢用的 他敢威脅勒索 這些政治領袖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他對於 這個惡物的戰爭在他任內 因為他已經有說了 最好在他上任前就結束 那這個就是暗示的 不是普丁 暗示的是這點司機 你想清楚 到時候我要不要給你 那是看你怎麼買不買單 這是烏克蘭的問題 中東的問題 我覺得他也是希望能夠在 他上任前能夠搞定 那問題就在於如何搞定 那這個部分就看 這個他是不是會在他贏了以後 然後這段時間放手 讓這個以色列盡情的去殺人 殺完了以後 如果你還是沒有殺城 沒有殺境 沒有殺絕 我上來以後 那就不要再殺了 我想大概的手法 就是他會開綠燈給他 就是他會開綠燈 因為那也就是 內塔尼亞湖 可能會利用這段時間 拼了命在做這些事 我覺得他跟大陸的問題不大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不可能剋百分之六十個歲 他剋不出來的 他不可能的 那是嘴巴而已 好 那我們就想想 就要約老師了 您怎麼樣來看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對於很多 包括大陸這邊的評論家來說 他們其實也會提到一件事情 就包括說 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他們其實心裡面想的是說 到底對於美中關係 或什麼決定性的影響嗎 您怎麼樣看 我覺得美中關係 會是未來的四年當中 整個全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的話 在201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川普強調要對中國的話 就實施對華為中心制裁的時候 中國那時候有一點 那個時候我人剛好在上海 聽到那個消息以後 大家都懵了 都搞不清楚 因為關係正好 遇到很多朋友 全部都準備移民的 突然一下發覺美國人不喜歡中國人 所以說大家有一點 想要用 認為是用貿易談判的方式來解決 那時候劉鶴去了美國 談到貿易談判 非常多次這種情況 然後現在大陸已經非常瞭解 這個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敵視態度 然後第二點的話 就是說 中美兩國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我們現在看新聞純粹來講 無論是在創新科技的突破 以及市場的氛圍佔有 中國基本上都比美國強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然後第三點的話 我覺得川普本身在說這種話的時候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什麼叫做抽關稅 因為美國之所以把製造業外移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美元的霸權 他只要印鈔票就可以換出來 台灣 馬來西亞 越南做的牛仔褲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他幹嘛 他要把這個 我那天跟ICRT的人 ICRT採訪我 我問他說你們自己想想看 你們多久沒有穿過美國製造的牛仔褲 所以我小時候的夢想對不對 他們說想一想話 就四十年都沒有穿過美國製造的牛仔褲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大陸本身完全依靠自己的實力 以不變應萬變 按照自己的程度 按照自己的程序 按照自己的原有的計劃來發展 無論是上太空 無論是下深海 都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 尤其是我覺得川普本身來講 他不願意打仗 但是他也會關注到他的幕僚提供的消息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大陸本身在國防科技上的發展 尤其是最近的珠海的航空站 已經在拜登的努力之下 讓中俄聯手 這個產生的一個結果 讓川普感覺到說 美國人可能盡量不要面對這場選擇 所以我覺得台灣其實真的是問題 因為我們會發覺說 在拜登的努力之下 台灣人人要搞這個 人人要簽這個什麼 戰時需要的同意書 要搞四十萬的民兵 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可能都會改變 我覺得台灣整個立場改變 會比中國要大得多得多 兩岸關係 有可能會因為這場大選 而有什麼關鍵性的影響嗎 美方這一邊 他們目前看起來 好像是川普他贏的勝面 不只是很大 已經確定了 他應該是拿下了參議院 那也表示說 未來眾議院本來就是他的強勢 如果川普全面執政的話 可能影響到的是全球的經濟 至於美中兩方 中方他們這邊的看法是說 川普過去已經當過一次了 我大概知道他的套路 拜登還沒來過呢 那所以如果說 真的是川普當選 是不是對於美中 會有一個新的開局 稍後要等您來繼續來嘆息 各位觀眾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個QR Code 麻煩您拿起手機 對準掃描下載 之後就可以掌握TVBS重點新聞 再等等廣告二十秒之後 回到新聞大白話節目現場 和我們關心國內外大小事 即使中國無辜みたい 商人